我們看一下設定 他說平面上 到這兩個定點 距離和 橫等於10的軌跡翻程式 根據我們丁毅老師可以知道平面上是兩個定點 這兩個定點我們在數學上就是什麼點 焦點 到這兩個焦點距離和 把和圈起來 代表它是什麼 橫圓 等於幾A 10 就是我幾A 2A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是一個橫圓定義 到兩個定點距離和 橫為一個定值 這定值就幾A 2A 所以他圖形是一個橫圓 以這兩個點為焦點 麻煩你這時候求橫圓方式是怎麼算 三步驟 做圖判別 代 代入 首先老師先畫一個直角坐標走出來 這樣行不行 請好來 你觀察一下 第一個 他說焦點是幾 25 S是2 Y是幾 5 1 2 3 4 5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焦點是幾 25 他有多少 2-3 -1 -2 -3 2-3在這 換句話說 以這兩個點為 焦點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以這兩個點為焦點 換句話說把這兩個點連起來 告訴我這什麼軸 殘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把這兩個點連起來這叫什麼軸 殘軸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所以說A點四起 25 B點四起 2-3 好 打到這兩個點的 終點 什麼心 中心 這時候做一個垂直過來 這什麼軸軸 這樣行不行 這叫殘軸 這叫 短軸 所以說 畫出來 老師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什麼形 殘下行的 椭圓 有看到 所以說這椭圓呈現一個什麼形 殘下行 所以說麻煩你 把這椭圓翻了四 算起來怎麼算 三步之後 做圖判別 再 帶路 來 做圖之後 判別 第一個什麼形 殘下行 殘下行 A在誰底下 Y底下 所以說寫出來是 B平方分次 S平方 加上 A平方分次 Y平方 等於幾 1 第二個 在判別什麼 中心坐標 中心是這兩個點 什麼點 終點 所以終點怎麼算 把這兩個相加 去2 2加2 4 去2 2 2加 5加負2 2 去2 1 所以中心坐標是起 21 可不可以嗎 麻煩你再找出 A B C 這樣行不行 那怎麼找 因為中心坐標是起 2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這21 這25 這兩個點 之間距離是起 C 所以說告訴我 C是C 4 這樣行不行 我這邊講過 他們到兩個定點 距離合的一起 10 這10就是起A 2A 所以 A等於是A4 5 因為老師可以知道 同音當中有什麼關係 其中 翻 加上 C平方 等於A平方 所以說把套在上去 C是4 A是5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可見 B就是自己 3 這樣行不行 做出判別 再代入 把中心 A使用2代 不用1代 代進去 A-2平方 加3 加3 Y-12平方 等於起 1 這樣行不行 B4 3平方 9 A4 5平方 25 答案就出來了 K K號 好 把這邊看一下 C平方 C平方 C平方